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逐步結束營業 涉及6間分店 雖然已經發了聲明 澄清是香港以國美品牌營運的零售店 並不是上市公司一部分 所以不會對集團經營和財務狀況 造成任何影響 但國美電器的股價今日仍然是受壓 另外 內地就傳最快在上半年 會推出一些政策振興航運業 可能會推出一些財務優惠措施 再加上中海集運發營起 預料去年會轉虧為營 今日航運股都普遍跑贏大市 最後萬科B股轉H股計劃落實 今日正式譯名做萬科置業海外 股價抽升了1,2% 而今日伏牌的萬科A股B股開始都漲停了 今日的嘉賓請來Matthew Matthew 你好 你好 先看看國美 香港國美停業 發了聲明不關上市公司那邊事 但國美電器今日跌了3% 一定會有負面影響 的確在財務上 因為香港這6間分店 是大股東私人投資 所以對國美這間上市公司 財務不會構成任何影響 不過香港今次關閉門店 都反映了兩點 第一 電器零售市場競爭相當激烈 而且面對租金、人工不斷上升 其實經營是相當艱難的 再加上電子商貿 都越來越大的挑戰 我相信這個情形 其實在國內都會陸續浮現 所以接下來一段日子 我相信電器零售商 都需要調整一下他們的銷售策略 雖然可以這樣說 在財務上今次的行動 沒有對它有影響 但相信部分投資者會看到 無論國內或本港電器銷售市場 接下來似乎還會面對 一個挺艱難的競爭日子 所以短期他們的盈利前景 表現都不可以說有太樂觀的預測 即都反映到生意難做 今日國美收補9日6日 投資者如何部署穩陣 我想暫時就適宜觀望一下 因為它的股價由之前的低位 都反彈了不少 接下來大家都相信 電子商貿這些公司 無論它、蘇寧或其他的京東方 都會投放很多資源下去 所以短期內都不會有太大的貢獻 尤其在價格戰方面 之後有機會再重現的話 亦都可能損害到它的盈利 所以暫時就不適宜這麼快 就趁低吸納 如果有貨的那些可否減遲呢 如果你說有貨的 有利潤在手上都適宜考慮一下 我相信今年的盈利 應該會有一定的反彈 但已經反映了在股價的反彈當中 反而就是接下來的競爭環境 仍然這麼激烈的話 我自己估計要做一步反彈空間 會比較有限 不如計算一下 到時你說 哪間有競爭特色優勢出現了 才考慮再趁低吸納 明白 轉看大市 恆指今天收報23,590點 跌了10點 成交有650億 本來以為內地股市做好 美國那邊上一個交易日都可以 以為可以帶動港股上升 怎知又不是 為甚麼呢 看到大市 其實累積升了不少上來 主要是大家衝擊內地的經濟復甦 夾盈利表現會有突出表現 美國方面也都見到 無鄰居數據在夾盈利都做得不錯 帶動港股上升了好幾千點 去到現在的水平 似乎都開始遇到一定的阻力 尤其最近港會是有些少轉弱 就是預示了似乎資金流入來的 速度是有些少減慢 另外就說大家對未來的 去年一些企業的盈利表現 在香港這邊上市的公司 似乎都會比較審慎少少 所以在現在的水平 都有些投資者不介意 才進行一些獲利回撈 短期來說 整股局面應該會維持 指數又不是那麼容易有一個突破 24,000都是一個比較大的關口 下面就短期又看不到很大的調整 應該是23,200左右 會有一個幾強的支持 即是說你都算認同 港股接下來都會見頂 我想就是一個短期的頂 今年當然後市大家看法 還是比較樂觀 因為的確很多因素都還在改善 但升了那麼多之後 有部份投資者 會選擇做一些獲利回吐的話 會有些個別股份 出現一些比較顯著少少的調整 就當nut 在任方股 謝謝你